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号角刚刚吹响 这时在各个野战军的前线指挥机关里 人们正日夜不停紧锣密鼓地筹划着部队下一步的行动 22日这天各野战军统帅几乎同时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央的电报 出乎意料的是这封电报没有只是任何新的作战行动 也没有任何关于人事方面的变动调整 电报的主题只有一个 就是通知各部队 中央要统一并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北京西郊的中央大案馆珍藏着这封电报的手稿 从上面的修改痕迹可以看出 当时中共中央对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仪式的重视程度 经过修改的电文对时间做了特别要求 命令各部队于9月底以前反馈现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 并提出意见 而当这封电报发出时 已经是9月的22日 当时解放战争正处于从战略防御阶段 转入战略进攻的关键时刻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 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之所以要在这时 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除了要适应人民解放战争规模 日益扩大的形势 在大规模作战中 保持全军高度一致之外 不得不说 近期队伍中接连出现的纪律问题 也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部队在深属地区 它有时候得不到群众的 像解放区 老解放区那样 关系拥护 它的群众纪律就有所松弛和加降 第二个就是我们部队 大量俘虏充分的增加 把故意在国民党军的欺压百姓的 一贯就带进来了 拿着老百姓的东西 强着老百姓的猪牙鸡鹅 自己蹲着吃 它觉得很正常 从1946年6月到1947年7月 解放军总兵力由127万猛增到了195万 这支短期内迅速壮大 不断补充进大量新战士的军队 能不能在困难面前 始终把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 能不能在胜利面前 始终保持纪律严明 已经成为这时毛泽东最为忧心的问题之一 毛泽东的担心并非多余 因为就在这几个月 他从各前线反馈的电报里看到 有的部队确实发生了违反纪律的情况 就比如刘邓大军 因为刚刚进入大别山 补给跟不上 就出现了一些部队缴获不上交 甚至撕拿百姓残物的情况 违反纪律的事情一出 就让部队在大别山区立足 变得难上加难 原来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 人民军队曾三次进入大别山 又三次撤造 每次撤走后 大别山根据地 就要遭到国民党军的疯狂破坏和残酷镇压 心有余悸的百姓们 对解放军只能是躲躲闪闪 不敢公开接触 许克杰当时是禁忌鲁野战军 第六纵队的一名侦察参谋 对他来说 出道大别山时 最困难的就是找不到向道 没人带路 下着来撑了 找个小的我在政策参谋 找小的还得找 叫杂术来 受血区 把这个方子包围了 把后门住了 前边敲门 一敲 到百姓从后门一跑 有时候能抓到一个 有时候抓不到 一时间孤军深入 又缺少百姓支持的困境 让部队里出现了不少牢骚怪话 违反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的是 接二连三的出现 让作为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 很快意识到 这是一种比达了败仗 还要危险的情况 如果纪律问题不尽快抓起来 势必会严重损害部队的形象 继而危及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 甚至影响到整个战略进攻的全局 为了尽快取得百姓的支持 刘伯成 邓小平 迅速召开了一场纪律整顿大会 强调了部队遵守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的重要意义 同时还对所有在大别山的部队约法三章 讲明了侵犯百姓利益 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怎么样取得这个纯重的信任 刘伦首长就决定了 进行约法三章 这个提出来就是哪个要用枪打老百姓 要枪毙 灭夺 纯重物资 要枪毙 强奸妇女要枪毙 提出这样的一些要求 而且要无条件地执行 邓小平在大别山区 亲自给指战员们画下了红线 与此同时 随着各地战事的推进 全军部队的纪律条例 也在毛泽东的关注下 迅速统一起来 1947年10月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发出由毛泽东审定的 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的训令 对各地的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版本 做了统一规范 其中三大纪律被确定为 一切行动听指挥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一切缴获要归功 而八项注意被确定为 说话和气 买卖公平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要赔 不打人骂人 不损坏庄稼 不调戏妇女 不虐待俘虏 自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以训令的形式固定下来 成为全军统一的纪律和行为规范 然而就在训令刚刚推行不久 大别山深处的一声枪响 却再次把纪律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 我手指的这里 就是湖北黄刚的总路嘴镇 1947年十月的一天 由刘伯成邓小平 率领的近济鲁野战军司令部 刚刚到达这里 就发现镇上的店铺 大门紧闭 街上也冷冷清清 邓小平一行人站在路边 忽然看到一个解封军打扮的人 从一家店铺里走了出来 枪上还挑着一皮花布 和一捆粉条 邓小平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经过调查 原来这个人是紧文团 四联的副联长叫赵桂良 并且还是个战斗英雄 当天中午 刘伯成邓小平和参谋长李达等部队首长 专门为这件事召开了紧急会议 参与调查的同事 将事件的情况做了详尽介绍 然而面对如何处理赵桂良的问题 会上意见不一 有些同志就提出来 他说赵连长他违反纪律 是个小事情 搞个纪律处分就可以 邓小平同志他听了这个观点以后 就紧索批评 他认为部队的纪律就关系到我们 部队的深层关系到我们的 能不能站稳脚跟的问题 不是个小事情 这时中央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已经公布 三大纪律第二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同时大别山部队定义的约法三章 也明确强调掠夺财务者枪毙 刘伯成邓小平等人经过反复思考认为 虽然赵贵良立有战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但军法不能儿戏 说话不算数 又怎么能取得百姓的信任呢 更何况他还担任副连长是干部 作为干部带头违反军纪 于情于理都必须严惩 我军在距离方面执行特别严格 特别是群众距离方面 而且在这方面对干部的要求 还高于一般的士兵 如果对官要放松了 这样的话对部队要求 他没有任何时机 当天下午 野战军司令部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严格执行纪律 将赵贵良政法 随后立即派人动员周边群众 召开公审大会 这位老人叫樊子仙 是总路水镇查铺村的居民 当年公审大会在这里召开时 樊子仙只有八岁 虽然七十多年过去了 原来的会场也早已变了模样 但老人依然记得那时的情形 开那个执贵大会 到这个山堡 那还是人不少我了 那是老百姓还来一岁 那都是看法 那叫看法 他拉枪敌人 那好真懂人心 这天下午 这座小山村里传出了一声枪响 这声枪响传遍了总路水镇 传遍了大比山区 弄了点风调 弄了老百姓的鸟色 就抢进来 不能揭露老百姓的东西 就拿钱用 所以说是教育 更是别吃 公盼枪决赵贵良一事 不仅是全军震动 更是传遍了四野八象 解放军把人民的利益 摆得如此之高 军纪如此之严 深深震撼了大别山区的百姓 铁班纪律的人民军队 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渐渐在大别山区 站稳了脚跟 1947年10月26日 刘登大军在远离 战略后方的情况下 以弱机强 打响了挺进大别山 战略行动的关键性一战 高山铺战役 战役期间 刘登大军整肃军机的故事 经过口口相传 在高山铺地区所在的 齐春县早已是家喻户响 面对这场事关 整个大别山区形势的战斗 百姓们利用行动 对这支军纪严明 把群众利益 放在首位的军队 做出了回应 当时就宣布 这个枪毙了那位副连长 所以我们齐春县呢 也都知道这些事 共产党的部队 就是不同于国民党的部队 处处是为了我们老百姓的 所以他们支持高山铺 战斗热情就很高 百姓们组成的支前队伍 不断往返于前线后方 为解放军送干粮 排伤员 仅仅不到两天 刘邓业战军 以伤亡八百多人的代价 殲灭国民党军 一点二万多人 收获了挺进大别山后的 第一场大劫 完成了扎根大别山的壮举 到1948年 随着战略决战时机的临近 全军的纪律整顿 也走向深入 每逢大战前 温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 涌现出了辽审战役中 口渴难耐的战士 身在苹果林 而不拿群众一个苹果 平津战役中 部队两手空空进天津 而又秋毫无犯 两手空空出天津的光辉势力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成了质朴的百姓们 对此地兵最真切的感受 然而随着解放战争 逐步向国民党统治区深入 大小城镇不断迎来解放 部队进入城市后的 一系列新问题也凸显出来 为了应对革命形势的新变化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础上 补充新的纪律条例 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1949年4月底 南京刚刚解放 邓小平和陈毅接到了一封 来自毛泽东的紧急电报 邓小平看过电报后 就对陈毅说了一句 主席生气了 原来解放军进入南京后 发生一些战事 擅入时任美国驻华大使 斯图雷登住宅的事件 这起涉外事件 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因为就在上个月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已经提出 党的工作重心 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要求党和军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 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怎料部队一进南京城 就发生了牵动世界视线的 涉外风波 一时间上海等还未解放的大城市 人心躁动 流言纷纷 这只长期斗争在山野乡村的军队 进入上海后会闹出什么乱子呢 显然现行的几率条例 还需要根据城市特点进一步完善 在这之前呢 共产党已经先后解放了一些城市 接管了一些城市 也积累起一定的经验 但是进入上海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事 因为上海可以说是整个亚洲地区 商业和经济的一个中心 这么一个大城市 共产党能不能顺利接管 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陈毅等总前卫领导认为 进上海前还需要再对干部战事 开展一场集中整讯 为跨越这道中国革命的难关 做好准备 这次由参战部队指战员和机管干部 参加的专题整讯 在距离上海200公里的江苏丹阳举行 总前卫对三野的指战员提了两点要求 除了解放上海要打得好 第二点就是要进得好 也就是入城后部队的政策纪律要好 军容要好 总而言之 野战军不能再野了 这段珍贵的影像 记录下当年丹阳整讯时的情形 数以千计的指挥员日夜兼程地赶到这里 陈毅也从南京到达丹阳 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在这里全面展开 二百多种关于上海经济 政治文化的小册子 递到了干部战士们手里 在这本当时编印的《城市常识》中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进入上海后需要注意的细节 已经涉及到方方面面 甚至就怎么看红绿灯 都用图文并茂的方式 来帮助指战员们更好地理解 为了做好接管上海的准备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入城纪律十二条 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规定 在整讯期间被反复学习 根据《城市地匣人筹》的特点 陈毅还特别强调 要严格执行 无住民房店铺的纪律 尽力避免影响市民 随后经过数天的整讯 这支人民的军队开进了上海 这里是上海 1949年5月27日清晨 当这座城市在蒙蒙细雨中渐渐醒来 上海市民小心翼翼地推开窗户后 眼前的一幕将他们彻底震撼 人们发现在马路两边湿漉漉的水泥地上 睡满了身穿黄军装 合衣而卧的解放军战士 虽然天还下着雨 有的战士已经被动得瑟瑟发抖 但没有一个人肯入户打搅市民 早上六点 马路边的解放军战士 有的已经起身 有的还在睡觉 上海市民惊奇地打量着战士们的一举一动 他们看到 起身的战士拿出随身携带的冷馒头和咸菜 安静地坐在街边吃起了早饭 指战员们时刻提醒自己严守军纪 甚至于都不肯接受市民地上的一碗热水 邹世勇老人是进驻上海部队中的一员 回想起当年老人最难忘的 还是已经刻在心里的入城纪律 早上老不胜一起了一看 那都闷解释这个战方军 都躺在地上 结果老不胜就不干了 非跟江郎 老妈要进去休息 我们都不敢进户 我前一日已经下病了 不得这个要命 解放军战士严格遵守入城纪律 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赢得了上海市民的好感与爱戴 目睹了这一奇迹的著名工商业者荣毅仁 也由衷地发出感叹 国民党回不来了 十万将士夜宿马路的场景震撼人心 人民解放军以前所未有的壮举 赢得了上海人民的心 也惊叹了世界 5月28日 继中国报纸 报道解放军夜宿街头的消息后 世界许多通讯社 纷纷报道了这一壮举 英国蒙高马利元帅 在看到解放军夜宿街头的照片后 感慨地说 我这才明白这支军队 为什么能够打败 美国武装起来的 蒋介石数百万大军 从井冈山到陕北 从西百坡到北京 按照什么样的纪律来管理军队 按照什么样的作风来建设军队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用简简单单的几十个字 给出了答案 要建成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应该它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 的武装集团 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就决定了人民军队 来自于人民 又服务于人民 必须爱护人民 所以说我们三大纪律 的宝相注意 从根本上说 它就是体现了党的宗旨 和人民军队的兴趣 纪律不仅仅是一支军队的 行为规范 更深刻反映着这支队伍的 政治理念 近百年真容岁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伴随着人民军队的成长 而不断发展完善 成为人民军队区别于 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 为这支队伍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 提供了最坚强的保证 如今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的歌声 依然在传唱 内容条文也早已凝注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 铁一般的行为规范 这一抹人民军队 最鲜亮的底色 必将带着既往的辉煌 和荣誉 在新时代强军新军的 伟大征程中 继续闪耀着光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